哈囉 大家好 請 那麼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萬盤 一拳超人最強之難啦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是我們新的一週啦 也就是呢 我們奇遇老師這邊的最終週了對不對 這邊看起來應該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這邊全部領一領的話呢 沒有 欸 我 欸 沒事沒事 我有順利開到了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這邊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金屬騎士的環節啊 我們已經取了這個SSR加了這個覺醒石刃選了喔 那目前來說應該就是選擇我們這邊的這個 那個什麽啦 選擇我們這邊的這個金屬騎士了吧對不對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要選金屬騎士的應該是 沒有太大的這個問題 不過我這邊的話為了避免就是 為了避免有什麽差錯啦 所以這週的這個直播的時候 我們再就是一起把這個金屬騎士的這個 石頭給他弄起來 應該是沒什麽問題了喔 所以這一次基本上則憑這邊的這個金屬騎士的 這個覺醒這個部份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拿到的啊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了 我們這邊的這個 奇遇的禮物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啦 各位 喔好險喔 好險我們有全部拿到喔 各位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就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東西全部給他抽一抽喔 這邊就不用留了 全部都給他抽一抽 結果這邊也只是給一些錢袋跟這個 藏寶圖而已耶 我以為會有一些額外的東西 好啦 至少我們還有這個 A10級的這個搜尋卡三次 有囉 這個啦 就是那個圖券啦 那圖券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 那個什麽啊 就是珍藏寶庫這邊可以兌換 那這邊兌換的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覺得要換什麽東西啊 這個其實我也是沒有一點點概念 還是我們應該要換這個尋找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喔 不過感覺活動好像快結束了耶 啊活動結束是不是就換不了啦各位 所以現在問大家這些問題是不是 有點稍嫌太慢了 哈哈哈 應該是 呃 對阿 剩下7個小時 因為明天的ONE也不會開直播啦好不好 那我這邊應該就是 能換就換吧 是不是各位 那個 終極高級 這高級要350才可以解鎖對不對 好 這個 試一下把它來解決一下 好 好 那今天繼續一樣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每日這些都已經先給他解完喔 狂買猛買狂買猛買 有沒有 這個今天稍微有點 有點有點小忙 所以還沒有開始打 就開始努力的這個打了 所以目前來說應該是推薦 就是直接升我們這邊的這個 呃改造的這個 金屬騎士嘛對不對 那金屬騎士騎士這角色是不是 其實只要放那個啊 只要放我們就是那個 就是等級訓練所裡面那邊就可以了耶 就是那個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感覺這邊 應該是可以放金屬騎士跟鳳凰男他們嘛對不對 放他們是不是就就好了呀 是不是各位 我們這邊把格子清出來就放他們這樣應該 就ok了吧是不是 然後我們就把上面這些給他 弄上去 是這樣嗎 如果有問題的話大家可以再跟我講好不好 欸真的感覺是很需要那個耶 很需要再繼續開直播問大家耶 不然是真的 會不知道不知道要按哪一些東西就是好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就先給他弄起來 然後這一次基本上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很害怕就是我們拿不到就是那個 金屬騎士的那個東西 但是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他都有繼續計算啦 所以其實你每天把該打的東西打一打跟弄一弄好像就 還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喔 那如果這邊的話 因為我明天也不會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這影片上面留言 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是不是應該就可以直接升我們這邊的這個 金屬騎士了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家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來說如果我們要升金屬騎士的話呢 我是必須要把那個什麼呀 我要把這邊的這個進化石也給他換掉 因為我們這邊的這個英雄進化石的話好像就只有那個 只有三個 對 喔 兩個 然後我們這邊還要去買這個 禮包這邊的這個第一週的這個部分 喔 這個 英雄進化石這個先買好了 這個怕到時候沒有買到 所以我們這樣就會有三個 那這個超值禮包的話這個SSR任選箱 這個1500的大家會覺得要買嗎 還是可以不用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記得之前好像有講 這邊有這個強者招募1500耶 對啊 看起來好像就只有第一週有這個 英雄進化石啦 好 那這邊買了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跟我們這個怪人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 拿好拿嘛 拿到33 但是如果你要覺醒我們這邊的這個 金屬騎士的話呢 就必須可能要再多拿一個 那多拿一個這邊的話 我可能就是要換英雄的那個石頭了對不對 這邊啊 對不對 應該就要換英雄的石頭了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再跟哲民分享一下 欸 這很害怕的點錯耶 因為這種遊戲 就你又沒有課金的話 你就沒辦法那麼重來 你知道嗎 你就是 你就是都一定要就是 劃在這個刀口上 雖然我們已經落後很多了 但是 希望接下來都不要落後太多 所以我可能就是會 存到那個吧 可以跟大家就是那個 直播投票的時候再來一次 雖然我覺得大家應該都還是會叫我們 就是直接換那個 換英雄的 然後直接就是 弄上去的 應該也不用太問大家好不好 但是為了保險起見啦 今天還是先不生 我們就還是等待大家這個 大家的這個留言好不好 我在這邊這個一拳超人系列的這個影片啊 就是 看大家留言的這個時間啦好不好 就是 看大家留言然後教導教學這樣子 不然真的是很懼怕耶 因為我之前也是就是隨便點一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就 就練得很爛 然後大家就 哇 浪費超多資源 然後你就要吃很多那個 你就要吃很多那個還原卡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還原卡又不是說就是 很好就是幹嘛之類的對不對 然後你就 為了避免自己浪費有沒有 就 就乖乖的 我們就不要幹一些就是 太壞了這個壞事這樣子 不然到時候 又完蛋就好笑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呢 反正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覺醒的那個 鳳凰男的石頭是沒抽到啦 然後我們是抽到那個什麽呀 我們是抽到了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是抽到了我們的那個就是 覺醒球棒好不好 所以 哈哈 尷尬囉 覺醒球棒 OMG 有點小尷尬 但沒關係 反正多抽到也是賺 而且 聽說就是我們的那個 卓越他那個是沒有就是那個什麽 不會把保底重置的 所以 這樣的話我們基本上是在抽個幾抽 我們就一定會有那個 鳳凰男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 不知道到底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東西都花給金屬騎士 還是 我們要留給就是其他怪人 這個 就是哲平目前來說 今天主要想要問大家這個大問題的好不好 不知道到底要選哪一個 你知道嗎 而且我不知道就是 究竟我們那個 就是把金屬騎士 練起來之後 我會不會有明顯的感受到差距 如果有的話 那我應該可能會 會想要直接弄一波 阿如果還好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 就 就也不用那麽的那個 就也不用那麽的就是 一定要趕快那個 弄起來 對不對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蹲 有沒有 因為聽說 反正我們現在也是要把那個 把黑卷蹲一蹲 對不對 把黑卷蹲一蹲之後 我們就應該 應該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了 希望啦好不好 希望真的是 會比較不一樣啦 哈哈 富蘭也是頂辛苦的 我說真的好不好 現在有一些關卡都打不過 好不好 但現在來說的話呢 其他一些每日該刷的東西 都還是可以打得過的 然後就是慢慢的給他壓下去 聽說我們就是會越來越強 好不好 那我們就 慢慢變厲害就可以了 哈哈 沒錯 慢慢變厲害就可以了 哦 那這邊一樣先把這個 極速的部分都給他弄掉 每天都是這樣消體力消耗 消耗完畢就對了 然後這邊快速通關 另外一邊給他消掉 這可以哦 哇 一整個這個 白天沒弄 我就 就累積的超級無敵多耶 來挑戰一下看看好了 我看一下喔 跳過 可以耶 我們要贏耶 但是他沒有三星 所以他還是可能要那個 我先看一下我們這邊如果 布陣 然後按這個 一鍵布陣的話怎麼樣 一鍵布陣會吃到殭屍男的核心 然後 就這樣耶 跟我們一般來說弄的那個好像不一樣 我們應該是這個 然後 呃再加 再加這個 欸等一下喔 這個是我們打架的隊伍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要用吉娜絲的核心的話 就不是長這樣了對不對 吉娜絲的核心的話應該就是 這樣子 讓他們就是 可以不死 這樣 然後 格鬥 這樣應該是可以吧 還是這個換超能力 這樣嗎 這樣試試看好了好不好 雖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這樣搞 這樣應該就比較難 把他們給打死了吧 哇超的橫青黑光 好像還是一樣會過來 對不對 對啊超合金黑光好像 還是沒辦法就是那麼的爽 那這邊武裝會多一個 那格鬥要換這個下去這樣子吧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吧 這樣我們殭屍男是可以復活的 這樣我們應該就可以就是 前排就是一個復活隊伍吧 可是我們殭屍男還是掛了耶 還是殭屍男我們還沒有把他升到那個 因為我記得有一些東西好像是要把他們 升到就是高星他才會有就是那個 有啊我們這邊有再生人啊 我們這邊有再生人了呀 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發揮 那不然很簡單啦 我們就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把那個 把這個部分 布陣的部分這樣換下來好不好 這樣 讓我們的凱傑來扛中路好不好 哦 哇靠 好快哦 好快我們就要爆開了 好快我們就要爆開了 閃烈鳳眼 完了 超弱 然後我記得那個 反正我們那個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這個超合金黑光 他是可以就是那個 滅了這樣 可以哦 我們這邊 再來一個 哇不行耶 我們的傑諾斯還是掛了 看起來還是 還是比較 天然一點點 好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就先等待大家的那個 先等待大家的這個留言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那個 留言這邊可以看一下就是那個 是不是要馬上把金屬騎士改起來了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是還沒玩過 就是SAR加的這個騎士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哦 等待大家的留言 如果我們現在可以直接換碎片 直接走起的話 大家就在下面留言跟隨便分享一下 好那今天的話主要來說 問題就是這個 希望大家可以給大家投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